-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老爷们在那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我是国际结束狗头齐 之前觉得自己有一段时间精神不太正常 所以我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那现在回来以后呢 我感觉整个人都好多了 那我们继续回来做这个天梯对局 那从这个月开始的话 这个全世界应该会有一些CPT的线上赛 到时候的话我会一起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跟进的内容 好那今天的这一场将是有 已经快40岁的梅老板 对上年龄大概只有他一半的英皇 真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对决了 小鹰打影龙 这对决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看 因为两个人手脚的长度差不多 那整个节奏一定会拉得非常的激烈 梅老板在这里连续的推火 我这就被跳了对不对 事不过三你不要发第四个 你发第四个就是自讨苦吃 梅老板这边是提前抢了一个头 英皇这里想晃一下出手的时候 人往前移了一点 这边直接是用了一个顺域杀 来确认掉对手的一个后跳 然后抓掉了 我的天原来顺域杀还能用来对空 我不知道梅老板是出错了还怎么样 但是至少这一招是真的很牛逼 给我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 因为我很少有见到这个顺域杀来对空 在街霸4以前还经常有街霸5真的是没怎么见过 好那现在英皇刚才吃了一个顺域杀 这边表示不是很爽 被对手秀了一波对不对 这种时候肯定是有点难受的 知道第二天就要上急紧了 这个心情总归有点压抑 好那现在看回英皇这边是被压到版面 清剿一个圣龙自己独自成天了 那梅老板这边要打一套疼的一个圣龙 打完以后血量过半 看中拳又摸中了 梅老板这边的中拳直接点上去 小英这边应该起身是一直在跳 或者在干嘛 反正是不太想拉防守 英皇在这里是认为梅老板有可能会出头 或者是要虚晃怎么样 至少卖一点血也想出去 但没想到梅老板就耿直的 一发中拳就拍脸上了 他在这里选择了一个风险很大的防守方式 现在很快到了第二局 梅老板开场就吃了两发头 死不拆头梅老板 记住这句话 梅老板这种防守行动 并不一定可取 千万不要觉得不拆头就是对的 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拆头可以分为三个时间 就是他有一个最快拆头 和稍微快一点的拆头 和延迟拆头 这也是现在高手当中研究出来的三种防守的方式 还真就很管用 我之前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学的 好 那现在梅老板这边已经是一波打到版片 用自己的中拳太阳下毒 下中角EX波发起来 英皇这边要打一波进攻 被下中角真的点掉了 那这里又一个新攻击点掉英皇一个 呃 英皇自己独自升天了 哎梅老板这连招掉了 不过最后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发下中条 只得戳中一波带走了 那这样是来到了第二阵梅老板 已经是到了自己的一个赛点 感觉自己要一口气透不上来了 这解说的节奏有点快 那现在是到了第二阵梅老板的一个赛点 手握三格资源 那梅老板起来肯定是要搞点什么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用 这边是一脚踩中了旋风人 EX升龙做一个搬运 但这里距离反面还有点距离 没有办法 只能第一时间压上去 在这里打了一发就算了 一个火波摸奖摸到 小英这边是直接想用旋风推过去 清掉强装EX波 这里往外打 秦龙之一路点 然后做一个头则 梅老板拆了 死不拆头梅老板说好的死不拆头 那这里反过来还给了你一手头 这样站起来以后 两边又是一个中距离的拳脚 看一下怎么打EX波摸奖摸到了 小英这边下中鸟 捅住梅老板的一个后退 然后发波做搬运到板边 看一下这波板配进攻 下中鸟发波VT再压 然后前走被直接点开了 梅老板这边 这一发中鸟是抓到对手前前 但是没有办法跟东西 还是一个头 往前走 骗一下梅老板这边抢出来 可以 一个聪明的选择 再一个龙爪出去 这边CA不能直接跟修正有点大 下中鸟发波 后手的东西呢 你直接带个VTR不也赢了吗 你果然是年纪大的 手有点发抖 知道吧 就在刚才那个点上 梅老板肯定是手抖得厉害了 上了年纪对吧 就血压一高 然后突然手就不听使坏 然后在那一甩 那这样梅老板是 痛失自己的一个赛点 本来就已经结束了 反而要给我搞一个加班 那就加吧 这边梅老板上了一发中鸟命中 手上还是捏了三个资源 带着资源去世的梅老板 不算是很罕见啊 经常有的是 这边神龙一发到板边往前打的时候 选择头 头不中 哎 这里被反过来 来了 先一个头 先走 再来一个头 哎 跳出来 轻攻击 还是一个头 第几个头了 第 哈哈哈 死不拆头梅老板 这就是精髓 你知道吧 就是打就有事 打梅老板你就投他就对了 你越是投他 他就越是相信你下一次不会投 然后梅老板就这样一路吃个道 投吃死了 这种最简单的战术 落到最高级的选手面前的时候 反而会非常的凑效 那这样 小英这边是一波 直接把梅老板一成关穴给投死了 又来了 又开始了 在这里开始晃了 梅老板依旧是相信对手不投 然后第二时间抢招 那小英这边倒是有点犹豫的 一发中拳的对抠 梅老板这里其实当中是可以做一些变化的 夏中拳非常怕梅老板的这个血踩 踩下来的话 夏中拳是对不到的 要被打一套 那英皇这边是需要有点勇气来对对抠 EX摸中了 一个大升龙 前压过去 晃了一下 晃什么 今天晃的次数很多 一直是想要骗梅老板的拆头 但梅老板真就是不拆 再一个头 夏中拳发波 然后这边一个波摸中了 小升龙再续满一个波往前打 还晃 不要晃 直接投 不要犹豫 主要是考虑到梅老板这边手上资源这么多 他可能觉得 哦 前前睡杀 哇 梅老板很突如其来的一个前进顺域杀 完全没有给对手反应的空间 就在走到对手脸上 对手还在那边犹豫的一下的时候 一个顺域杀已经出来了 梅老板今天秀了两手 一共就两局 这边第一个顺域杀 对空 第二个顺域杀 偷鸡 关于顺域杀的妙用 梅老板这边已经诠释的很好了 这边已经是到了梅老板的赛点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到了 这一发波被跳了 小英这里上来有一点蟒撞 经验老道的老将这边一波直接就跳进去了 一个重龙爪先压一波 这里也被跳 而且反观一个版面 梅老板出大事 这一波 看好梅老板要凹了 哎梅老板不凹 梅老板忍得住 那你这一下你还能不能忍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不要再忍了 还是点 一个火波出来 还是一个重龙爪 前部机点完 重龙爪打空 那小英这边是还错了 要下中角的话应该点得上 这边用生龙直接抓掉梅老板的这个血彩 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对策 否则的话可能真就是用下重拳对空 要被干爆了 VT打完 重拳 抓一下乱斗 再一个VT推过去 梅老板这里 这里还要做火波 你是真的要火 那今天梅老板要火了一阵以后 表示自己快不行了 就这样被带走了 他应该是想要找个机会 再搞一波顺利杀这种偷鸡的套路 但是对手的血量又有点高 又舍不得用资源 很难受 憋屈 好了 这样是双方到了一个双赛点 这就变得比较微妙了 资源上面差不多一个重角 直接踢掉了一个重龙爪 然后一波往前压 但距离有点远 顾不着 这边跳入 轻攻击两下 旋风 以X升龙 直接打一个伤害 魅老板觉得自己能量再不用 真的是要窥成马了 赶紧先用到点下中角 嗯 连招掉了 刚才想出一个终身龙 或者是别的什么 或者是VS 总归是想要出什么 但是没出 按了一个中拳出来 这样一个失误比较要命 少一次进攻机会 开车现在怎么办 手上VT一点点快用完了 那只能是用完了 中拳又吃到一个碎口 一波VT压倒在地 以后下中角开启自己的VT 哎呀这个堕中了 又是一个睡衣杀 一局打三次睡衣杀 一个抢二的局打三次 还真是 不愧是梅老板 能量真的藏得住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啦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